根据爱上女主播的这位女主角的扮演者 她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喊出她的名字 她就是蔡玲 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最具钻石甜美的特质 让人忘记烦恼 以爱上女主播一句走红的韩国甜姐儿蔡玲 甜美亮丽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有人评价她高贵 笑得可爱 眼神动人 而在2006年12月21日的晚上 蔡玲的笑容特别甜美 因为就是在这一个晚上 她获得了一个令她终身难忘的奖项 2006年南方盛典 经南方年度最受欢迎国际明星 在上台领奖的时候 蔡玲身边虽然带有翻译 但是她依然坚持用自己并不流利的中文 向大家致谢 今年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阵寒流 很多韩国明星都来到中国拍摄电视剧 有韩国甜姐之称的蔡玲在主演了 秦定爱琴海与阳门虎将两部中国电视剧之后 于05年又拍摄了第三部跨国合作电视剧 《心最大金之》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 蔡玲扮演了中国古代的生平公主 多找一些得到高僧来 替洛霞姑娘做法事 让她早登榜生极乐 她的长生路位一定要找人铺金 早晚上香香果不断 谢公主 等我们出了关 我就马上写信给父皇报平安 到时候父皇想追回我们也不行了 你知道吗 这叫做山高皇帝远 与爱上女主播当中随和乖巧的善美相比 在《心最大金之》当中 饰演公主的蔡玲一反常态 竟显刁蛮任性 希望借助演艺生平公主这个角色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回想起拍摄 蔡玲觉得拍这部戏最有意思 但同时也是最头痛的事情 就是听不懂对手所讲的对白 在一开始的时候 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没有信心 因为在语言上 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不过幸亏有拍档张家辉的配合 使得蔡玲能够顺利的完成拍摄 还手 你早就被我淹死了你 你们虐待她了 你说对了 我专门派人对她是又打又骂 怎么样吧 我要助你 你 走开走开 你干什么呀 我是问你有没有酒精那么重啊 时而天真烂漫 时而无理取闹 蔡玲清新可人的韩式演绎 让身平公主栩栩如生 成就了新罪打击